美国制药公司Moderna周一11月16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其最新研制的新冠疫苗可以达到将近95%的有效率 上周,美国康瑞制药和德国Biontech联合开发的疫苗 聚报能达到90%的有效率 对许多盼望疫情尽早结束的人们来说,今天这一消息可谓是双喜临门 虽然目前这些公开的数据仍为早期数据 在疫苗大规模生产前仍然需要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安全性、供应链等等 但是,众多疫苗开发者纷纷表示,新冠疫苗将在明年夏天开始发挥显著作用 明年冬天,人们的生活就有望能够恢复正常 所以,对于彻底消灭新冠病毒,我们还是非常有盼头的 关于这款Moderna疫苗究竟有多大的效果呢? Moderna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声明说,3万名美国志愿者参与了此次试验 其中,一半人群在4周内注射了2针疫苗,其余人群注射了假疫苗 试验的分析是基于前95位有新冠症状的人士而进行的 结果显示,该疫苗的有效性为94.5% Moderna对BBC的记者说,该疫苗的总体有效性一乎寻常 该公司总裁史蒂芬·何琪表示,在试验开展前,无人料到疫苗竟然如此有效 该公司表示,接下来将向美国医药监管当局申请生产许可 预计不久后将在美国提供2000万只疫苗 若在其他国家批准顺利,预计明年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10亿只 Moderna这次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其研发的疫苗存储只需要保持温度零下20摄氏度即可 这意味着Moderna疫苗在常用现有医院、药房的冰箱内就可以储存 大大提高了灵活性,并且还大大降低了运输的难度 这与辉瑞Pfizer研制的疫苗必须储存在零下70度的环境,清明了太多 此外,Moderna疫苗可以在冰箱内保存30天 辉瑞Pfizer疫苗只能在冰箱内保存5天 当然,受到此消息的影响,Moderna公司的股价向上一路狂飙 新冠病毒作为今年的新兴产物 大家的恐惧多数来自于对它的无知 而关于新冠疫苗,可以说是更新 到时候是否能够放心让医生给我们注射到体内 想必大家多少都会有些犹豫 那么,关于这款新冠疫苗,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掌握的呢? 首先,我们并不知道疫苗能保护我们多久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长期跟踪接受试验的志愿者 但这需要时间 从现在公布的研究来看,疫苗能够有效保护老年群体 但研究人员尚未收集所有数据得出最终结论 我们还不知道的是,该疫苗究竟只是防止感染者病情加重 还是也能停止他们传播病毒 这些问题看似无关,但将影响到卫生部门最终决定如何使用这一疫苗 其次,就是最为关键的,这款疫苗的安全性是否值得信赖 就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报告 但没有任何疫苗都是百分百安全的 比如,一些病患在试验中报告了短期的乏力和头痛等副作用 不过,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实验医学教授彼得·欧潘肖教授说 这些副作用恰恰说明了这款疫苗正在起作用 目前,全球一共有11种新冠病毒疫苗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 相信未来会不断有好消息传出 新冠病毒在地球上肆意猖狂的日子可能不会太久了 虽然这场疫情攻坚战已经达到了中后期 但是新冠确诊人数却以美国为首,开启了快车模式 根据监测数据,美国已经接连多日确诊病例甚至超过了15万人 这些数字不断地刷新着人们的认知 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不断放松的警惕 以及政府对监管的彻底放弃 随着年末的到来,美国即将进入节日季 人们按照以往的习俗将会疯狂购物 外出就餐,全家团聚,party开启 但是,小编在这里还是想扫一下大家的兴致 疫情当下,在开心过节的同时 更要考虑到自己的人生安危 让我们做好最后的抵抗,等待着疫苗大军的救援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